刚才我们也说要谈谈瑞星科技 现在仍在逆市上升超过5% 半天它都升8% 其实消息上又见没有什么特别东西 是特别对它有刺激作用的 但都已经连升到第4天 极其量是说最有关联的就是苹果 一年一度的开发者大会 下个星期在8日就会举行 预料会展示的就是新iOS15的作业系统 iPadOS15和MacOS12等等 究竟这个消息是否刺激股价的原因 但是是否经历了这么多年 大家都看到瑞星和苹果的关系 刺激作用也很有限 其实是的 但是如果以瑞星来计算 刚刚提到苹果开发者大会这些消息 怎样都好 大家都可能有机会借势 有些炒作都真的不出奇 还有你可以说其实今天的时间 如果你严格一点去看整个板块 都不单单是它的 除了信誉可能因为之前的时间 或者这一轮的时间 升得比较多之外 其实很多跟5G也好 电信设备相关的股份 都有些比较好一点的表现 所以你说是否因为借势 对瑞星是否借势 有些炒作呢 我觉得不是除了这个可能性 但是你回到这一阵的时间里面来看的话 似乎就是电信这类的板块 设备板块 似乎投资者可能比较关注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说它今天的升幅 你说它升得是不是不合理呢 我觉得如果你以这个板块来看的话 它都是跟着板块来走的 信誉就之前连升了10天 所以落后一点的水星似乎有今天追回上来 或者这几天追回上来 但是其实行业还有其他消息 都关乎于华为的 就说正式推出鸿蒙2.0的作业系统 主攻是密联网的市场 华为就说计划今年年底 就实现搭载鸿蒙系统的设备数量 会超过3亿 其中华为的自有设备就占2亿 生态合作伙伴设备的数量就是1亿 不过中金就预料鸿蒙生态建设的参与者 包括中远国际就会受惠多一点 另外也有分析就是说到 办公室软件相关的 比如金碟、金山软件这些 在新作业系统上面会更加受惠 这些软件股 相对于手机设备股 大家是不是更加在这件事上 应该提高一线 我想是两个情况来的 因为如果你说以中远国际的例子 本身354和华为 其实这个的合作 就是双方的合作 都已经不是今时今刻的东西了 已经很长久了 甚至你可以说 354本身的业务 你说华为的占比 都真的不是很小的 所以如果你说华为概念股的话 其实中远国际就一定是有份的了 所以如果以华为现在这一刻 它可能在一些软件方面 可能有多一些的搞作的时候 某程度上354是受惠这个情况的 还有因为以往的时间 你叫它华为这一类远因的时间 应该和354已经有些合作了 所以我觉得354是比较受惠的了 但是相比之下 好像现在这个生态系统那样 某程度上 你镜头那边的需求 有机会都会是比较大的一个批 而且如果你以现在华为的情况 就是可能你叫它手机出货量 或者这里的产品出货量 也有差不多的 我想某程度上 你都对于你看到 今天的时间有很多5G相关的板块 都会有点的移动的 所以你说这一样东西 而令到间接性的 令到你或者随声有一声 我觉得都合理的